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瓦邦姆丹医药贸易公司邦康评价药房开门营业 康迅杯街头篮球三对三大赛全邦总决赛圆满收官 蒙茂县邦外区正式更名为邦外区并举行更名接牌仪式 8月6日上午位于首府邦康城区有一路繁华路段上的 瓦邦姆丹医药贸易公司邦康评价药房门店内外 被嘉宾及市民们围得水泄不通 原来是该公司投资的一家评价药房正在举行开业庆典 令开业之日该药房还以低价或评价回报了消费者 联合军副总司令赵忠丹 政府副主席赵国安等中央首长以及各机关各单位领导代表 还有社会各界嘉宾到场祝贺并共同见证了药房的开业庆典 牡丹医药贸易公司董事长赵三勇先生代表公司全体员工 向前来参加开业庆典的领导或嘉宾表示感谢 并现场表示说 牡丹药房是公司一家大型便名评价药品超市 将以评价、专业、优质的服务宗旨 同时以品种权或原足、质量硬、价格低、服务优为特色 用市场手段降低药品需高价格 彻底让利于消费者 希望能得到本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 瓦邦卫生局局长孙成德代表 瓦邦卫生局向牡丹平价大药房的开业表示祝贺 孙成德局长还介绍说 平价药房主要目的是降低药价、方便群众 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 让群众用上治优、价廉、安全、便捷、高效的放心药品 今后老百姓及患者在便民药店就能买到至优价廉的所需药品 既方便的群众也紧轻了群众的就医负担 开业庆典仪式上在欢快的气氛中赵中班副总司令、赵国安副主席、孙成德局长等领导或嘉宾代表 当场为名单平价药房的开业剪彩 您放礼划 据了解 该评价药房在中民友谊医院大门右侧约一百米左右 主要开展中国、泰国、缅甸的平价药品批发及零售 咨询、指导购药等业务 目前店内已有各类药品近千种 其中常规基本药物占药房品种的70%以上 且均以零差价销售 也是老百姓及患者需要的各类常规药品 且储备充足、种类齐全 自8月1日开始 由康迅APP举办的街头篮球3对3友谊赛总决赛开赛以来 经过连续多天的紧张比赛 8月5日下午 由康迅APP举办的康迅杯街头篮球3对3大赛总决赛圆满收官 此次总决赛比赛场地设在总部警卫营篮球场 8月4日下午进行的冲刺总决赛赛事上 第一场首先由男子组永中队与中成队两队之间进行比赛 在激烈的对决中 中成队最终获得了胜利 第二场由女子组牟旅代表队与快乐队进行比赛 经过激烈的比拼 牟旅代表队领先获胜 第三场是女子组结康超越队与MP女战士队两队之间进行的比赛 最终结康超越队在凭借着自身的优势获得了胜利 当天下午的第四场赛事在男子组结康队与警卫营队两队之间进行 最终警卫营队获得了本场胜利 8月5日下午进入总决赛 根据赛事规定 此次总决赛是由在来自全帮各地的前三支代表队之间展开 当天下午5点比赛正式开始 第一轮由女子组由MP女战士队与快乐队进行比赛 在紧张的氛围中 MP女战士队最终获得了本次季军 第二轮男子组结康队与永中队进行了比赛中 最终结康队夺得了本次季军 同时三分球的比赛也紧张进行着 经过紧张的角逐获奖选手名单揭晓 第三轮赛事是由女子组牟旅队与结康超越队争夺冠亚军 最终结康超越队获得了本次的冠军 第四轮男子组冠亚军争夺赛中 由警卫赢与中程队两队之间进行争夺 在这场冠亚军争夺比赛中 两支队伍速度惊人 在激烈的碰撞之间 你追我赶 不放过任何一个得分的机会 场外拉拉队更是激情澎湃 欢呼声 呐喊声 让篮球比赛气氛不断升温 最终中程队夺得了本次全帮总决赛男子组总冠军 警卫营队荣获亚军 随着颁奖仪式的完成 本次康迅杯接头篮球三对三全帮总决赛到此圆满收官 8月5日上午 蒙茂县邦歪区正式更名为邦外区 接牌仪式在区政府机关筑地举行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成员 政工部部长赵埃纳赖 中央政治局委员 蒙茂县委书记肖赛宝 邦外区委书记陈赛荣 区长陈三门 以及政工部蒙茂县职机关部分单位代表 各区主要干部出席更名接牌仪式 邦外区各乡政府干部及周边群众 各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更名接牌仪式 邦外区委副书记李尼宝主持仪式 接牌仪式上政工部部长赵埃纳来与县委书记肖赛宝共同接牌 接牌仪式结束后 随即在邦外区政府机关会议室召开主题会议 会上邦外区委书记陈赛荣首先代表邦外区各族民众对百忙之中前来 参加活动的各级领导干部表示热烈欢迎与由衷感谢 阐释了本次更名的原因与寓意 并表态发言说 接牌仪式的举行标志着邦外区的工作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开启了新的篇章 迈上了新的征程 在今后的工作中 邦外区班子成员决心在瓦邦联合党中央 以及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为瓦邦的事业尽职尽责 为瓦邦的目标努力奋斗 蒙茂县委书记肖赛宝就邦外区的成功更名表示祝贺 并表示说 对于更改区民一事将对各项工作有所影响 如户籍 身份归属地等信息 各单位牌匾 工章等需逐步统一更换使用新区民 此项工作重大 希望邦外区各级领导干部要分工明确 有序完善各项工作 肖赛宝书记要求 全线上下包括邦外区班子成员要紧密团结 在瓦邦联合党的正确领导下 贯彻执行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 不忘初心 共同为瓦邦的和平发展事业做出贡献 讲话中 肖赛宝书记还分别就明记名声 招商引资 农业生产 文化教育 外事交往 入伍参军等多方面工作进行补充强调 并部署安排有关事项 政工部部长赵埃纳来 在会上就区民的演变与更名寓意做了详细解释 同时表示说 邦外区属革命的发源地 自成立以来 区民已有多次更改 如今更改为邦外区 是经瓦邦中央委员会研究决定 审核批准而立的 将会一直沿用 赵埃纳来部长强调 邦外区各部门将抓住此次更名契机 充分发挥本区的独特优势和巨大潜力 拓宽发展事业 创新工作举措 各级领导干部要克尽职守 在瓦邦联合党中央以及县委县政府的正确带领下 完成好各项工作 好了 观众朋友 今天新闻就为您播送完了 想获取更多的瓦邦新闻资讯 您可以搜索瓦邦新闻局的微信公众号 瓦邦之音或瓦邦声音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